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历经过年的大鱼大肉 是该让肠胃休息一下 因此来到这家东区巷弄中的素食咖啡厅 店内空间小巧精致 大约有20个左右的座位 这天遇到寒流发微 但坐在室外却不觉得冷 原来背后有暖气 让咪咪克觉得身体暖心也暖 以西式为主的菜色 强调不使用五辛及淡奶 也让咪咪克更加好奇想尝尝看 首先上桌的沙拉 新鲜的生菜搭配菇类 卤笋等当季食材 撒上烤过的坚果 咦 这不是素食餐厅吗 原来是用蒟蒻制成的虾子 和蒸的虾子放在一起 不说还真的是分不出来 另一道裹上榨粉的蒟蒻虾 酥脆Q弹的口感 搭配用豆浆及马铃薯制成的美乃滋 浓稠的质地厚实绵密 爽口不油腻 炖饭中加入蒟蒻制成的培根及菇类 香气十足 即使店家强调已经尽量保留米辛硬度 但对咪咪克来说还是太软了些 皮拉米酥用豆腐和豆浆取代马兹卡邦起司和鲜奶油 这让平常爱吃又怕胖的秘密客完全无法抵抗 虽然口味清淡了些 但吃起来没有负担哦 动新闻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